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1 今天我要快速開箱一個Noga的怪手 那拍片的人都知道Noga是怪手界的第一品牌 就像是攝影界的Ari一樣 就是這麼厲害 那我們今天就要開箱這個 這個是GR9038 這是家廠型的怪手 這是四十幾公分的怪手 沒差我們今天就把它開箱 然後來把我想得到可以放上來的東西就把它放上來 因為它沉重6點多公斤 真的超厲害 OK,來開箱吧 所以箱子裡面有一個像產品介紹的東西 就是介紹所有攝影的Holden系列 那我們就把它丟到旁邊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What was that? 超級夢的怪手 What the heck? 這都有是什麼東西 這是燈籠魚耶,你看 那我的Blackmagic Pocket Cinema 4K在拍攝 那我們就隨便拿一台相機過來 那我們就把它倒過來 上面放一個Manfrotto快拆 上面放一個相機快拆夾座 然後上面放一個把手 我們就可以這樣子當金甲 超猛 然後如果要跟膠的話 我這裡還可以加一個15mm導管 然後然後前面來跟膠 真的是 OK,所以我們現在切換到7D Mark II 因為我組裝起來 我平常應該可能會用的一個組合 就是前面有螢幕 然後下面是相機 然後這樣子靠著 拍起來所有東西都會變超穩 我們來roll一下好了 Oh yeah WOW 終於是如果這樣子拿的話 我還可以手動對焦 我還可以變焦 呵呵 我覺得這是我平常 自幹大師 做的事情 自己單挑 呵呵呵 全部都自己來 真的是超讚 這隻怪手本身就已經一點多公斤 已經很重很重了 但是我加了一個 這這麼輕巧的螢幕 感覺有點不配 我應該去買一個 20公分的 或者是22公分 有一個比較短的版本的Noga 我應該去買Nike 這個40公分的已經 呵呵 太長了 超讚 呼 就這前面可以有裝螢幕啊 可以讓你肩看 或者是你可以裝燈 就拍一些小東西 甚至是更大的燈 我發現我房間沒有任何東西 可以把這盞燈 加到這個Noga上面 那我們就直接掛上去看看 這一盞是C300D Mark II 然後下面這個是76公分的柔光招 我們就直接把它掛上去 呵呵 太瘋狂了吧 這真的太猛了吧 哇哦 現在把我的相機加上來 加上原一台 都去清清鬆鬆的 什麼鬼啦 你甚至可以把它當相機延伸筆來使用 而且這樣變換角度超級方便 你想要遠一點 什麼鬼啦 太猛了吧 所以用起來都感覺還不錯 但是它送來的時候 我覺得它 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 它上面全部都是灰塵 然後上面還有一點 看起來好像生鏽 對的確是生鏽 因為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它可能在倉庫裡待太久嗎 然後很多鐵屑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潤滑油還到處都是 真的是 我也不知道 它是經過了什麼 奇怪的 折磨才會亂七八糟 但是用起來是 其實是頗OK的 除了這一個 四分之一牙 手上去 其實有一點卡卡 但是這個八分之三的部分 其實就頗OK 就很滑順 但這邊就卡卡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好啦 反正怪手就是這樣子 你想放什麼上去 你就可以放什麼上去 非常自由的東西 那你想要調到什麼奇怪的角度 都非常方便 OK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Noga GR9038 Holden系列的怪手 分享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 開箱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OK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